请启动2019安全安心农业精品展交配 台湾农业精品展1年3天20后即将在花博盛大登场 今年总共邀请了138家业者 分别取得产销履历以及有机验证 主打安全安心的MIT品牌 透过广宣给我们的消费者 了解到这些健康安全安心的农产品之后 那对于我们第一线生产的农民团体 还有这些生产者能有所肯定跟鼓励 有机农产品我们也可以销到日本印度纽澳等国 所以我们也可以分享到全世界 产销履历标章简单的说就是有身份证的农产品 生产者必须遵照台湾良好农业规范进行操作 生产过程公开透明 消费者只要扫描产品包装上的QR Code 就能掌握生产资讯 而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包括土壤灌溉用水验证过程更加严谨 像是这家主打无糖果习的业者 引进的水果都有通过产销履历认证 还有电商业者也将餐展亭农产 要协助更多农民拓展市场 台湾的农业非常有活力 从这里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 相对的好的农产品 然后有安心的农产品 在平台上我们除了生产者 然后生产者的资料之外 我们后来还会在标示就是说 生产者他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比如说什么时候去做辅育 什么时候去做一些施肥割草 我们去链接这个水果王国的印象 跟把最好的东西送到民众口中 我会去跟这些农民接触 然后我们专门就是用 有产销履历认证的水果来制作果息 那因为果息它打得非常细 你唯有透过无毒无认证 唯有无农药残留 大家才真的可以做到安全又安心 今年的台湾农业精品展规划七大区 包括有机专区以及採收履历区 138个摊位 不仅要刺激内需 也期盼让国外游客 看见台湾的优质农产品 新唐亚特电视 林郑伟教廷与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由于你再次认证 edition 在真正中的的项目 打几个儿 一战月 一条 都 一桃 一桃 三桃 一桃 一桃